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八百零八月這個 稍微 大概知道一下 他十立母 就因為聽說蠶陀要自殺 他就引導 蠶陀怎麼在生病中 觀照 五運 五我 他是從六處十八戒 就是從十二處十八戒裡面去說 眼耳鼻舌生意 然後引導他 那引導他怎麼去觀 是告訴他眼耳鼻舌生意 還是眼睛所對的眼視 眼所視射這一些 有我嗎 蠶陀也都跟他講是無我 那無我是無我 我就是會痛 基本上是這樣 他說我知道無我 但是我很痛 我要笑死 我不想 這個也是我們的問題 我們也知道無我 這個是有時候還沒有身心的痛 或者是很氣 很想不開 我知道無我 但是我就是很氣 就會這樣 我知道無我 但是我就是不甘願 會有這種問題 因為就是還沒有深入 好 那這個我們就省略掉了 就是這個 蛇利佛用了很多方法 慢慢引導慢慢引導 蛇利佛是智慧第一神通第一 那但是他選人在這一方面也 就是等一下我們再來討論這些問題 就是他 他這個一直不斷地 不斷地跟他說 但是這個蠶陀還是想自殺 後來這個魔後居次郎也跟他講 也跟他講了一些道理 但是講完了之後 蠶陀還是想自殺 這個一個舅舅一個外甥 這兩個人 都是大阿羅漢 眾所知是大阿羅漢 蛇利佛智慧第一 摩托之友論力第一 都是能言善道 得勢無畏 但是就沒有辦法說動蠶陀 講完了蠶陀還是想自殺 後來蠶陀就真的自殺了 死掉了 我們看這個809頁 這中間我們就不講了 大概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重點不是在講這部經 重點來讓大家知道 有這一件事 然後我們再回頭去看那一部經 四十五部經 這個反正就是舍利佛跟魔後居次郎 能講了都講了 能勸的都勸了 能做的都做了 蠶陀還是自殺了 所以我們看到第四項 二十尊者禪頭 既於納羅聚落 好一安羅林中 以刀至上 舍利佛自殺後 舍利佛把這個蠶陀的後事 就處理他的後事了 所以就變成供養尊者蠶陀舍利 就是因為已經死了 可能就是在他面前死的也很難說 後來就真的自殺死 可能就在魔後居次郎 跟舍利佛的面前就自殺死 沒辦法就幫他處理 處理完了之後 弧化完就有舍利 舍利就稍微弄一下之後 舍利就是遺骨 處理完之後就回去見佛 然後就跟佛講這件事 說禪頭 禪頭是佛的侍者 不是侍者 就是在西達多王子的時候 他是侍者 就是他是佛陀出家 就是禪頭 用馬載著佛陀出城的 夜半出城 後來也跟著佛陀出家 他去跟佛陀講這件事 說這個禪頭已經自殺死了 那他想知道禪頭死了去哪裡 那做了什麼 就是說假設他死了 那麼他會去哪裡 想知道這件事 那基本上佛陀是受祭他 受祭他 受祭他已經證阿羅漢 但是舍利佛有一點華語 為什麼 因為他說 這個他在正真尼婆羅門聚落 有供養家 集親後家 善言語家 意思就是說 這禪頭平常 好像很重視這個明文利 他有可能證阿羅漢嗎 舍利佛有這種華語 就是說禪頭 第一個他不知道禪頭 到底有沒有證阿羅漢 他不認為禪頭有證阿羅漢 他去跟佛講佛 說他證了阿羅漢 受第一祭嘛 那麼他有一點華語 他還問佛 但是禪頭 他有極親後家 他有大腹瓦 而且他很大腹瓦 感情非常好 類似像這樣 他就有一點點華語 但是佛陀就說禪頭證了阿羅漢 他 所以他說 若有舍此生余生相去者 我說彼等 則有大過 但是他不說 他不說 因為假設 那麼他還有輪迴 那麼他這件事 他就有大過 但是他沒有 我不說彼有大過 意思就是說 其實他受記禪頭已經證阿羅漢 那從這件事我們也可以知道 比如說 導師在我知道的大聲不共管裡面講 此有所不知 此有所不能 此有所不盡 回路於大聲 那麼從這件事上我們也可以看得出來說 舍利佛是 大概除了大家色之外 那麼算是最厲害的 所有的幾萬個阿羅漢裡面算是第一的 如果大家是排第一 他可以排第二 但是他也可以排第一 但是就是說 大概就是非常算是智慧第一的 而且從神通來講 他也是第一 其實他的神通 其實 如果這樣看起來 就是從經驗裡面說的來看 他的神通甚至超越目見人 所以 舍利佛算是智慧神通定力都很強 舍利佛打坐的時候被那個截擊鬼 很大的力打 他也沒死 所以他算是 這一部分都非常強 而且他因為羅漢羅的事 佛陀曾經只是這樣 稍微講他一下 所以他死不盡死 他就全部吐出來了 他持戒也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這一部分 佛陀只是念他一下 所以你這個 羅漢羅交給他 他是他的和尚 交給他照顧 結果你把他照顧到面黃激受 他就覺得他飲食上沒有照顧他 就認為說 舍利佛食不盡食 舍利佛一聽到 馬上把他去供用 吃的東西都吐出來 從此不接受供養 舍利佛的個性也是 就是非常嚴謹的 但是從這一部分來看 舍利佛是 就是我們說他 知一法 修一法 斷一法 這個厲害 大概除了大家色之外 大家色也是這樣 大家色說佛陀稱讚他 就好像初一到十五 每一天都有進步 而且一天比一天進步 十五就圓滿了 舍利佛大概是這樣 所以大概阿羅漢裡面 大概我們說最利根的大概就是這個 但是舍利佛有神通 劇組六神通 他也沒辦法知道 甚至他華語禪頭沒有正阿羅漢 這件事情 除了佛好像也沒有人去他 摩基斯罗也沒辦法知道 好 那從這裡來看 我們就可以 也可以稍微解釋一下說 所謂的 大聖不共法裡面所謂的 此有所不知 此有所不能 此有所不盡 那確實阿羅漢跟佛 那些阿羅漢 一樣都是阿羅漢 但是佛陀就知道 禪頭 正阿羅漢 舍利佛不知道 而且 他甚至華語禪頭 有正阿羅漢嗎 他那個大覆法 他感情那麼好 他好像明文立揚 還像有那種貪愛心 但是他也有可能 那個時候 因為他那個時候沒有正阿羅漢 他是要自殺之後 自殺之前 自殺之後不可能正阿羅漢 自殺之前 他正阿羅漢 也有這種情形的 但是 這佛陀就肯定 禪頭已經正阿羅漢 就是有一些事 我們可以就是 引起一些不同的想法 好 這件事我們翻回來 就是說我們知道有這件事 那導師是以這一件事 他同樣有兩部經嘛 就四十五經跟 這個病相應的第二經 病相應的第二經是 一三三五九經 好 好 回頭過來看四十五經 那這個也是講禪頭 那也是佛的侍者那個禪頭 長老禪頭 好 那我們說 這兩件事只有一件事是真的 不可能兩件都真的 因為他是在佛涅盤後 這個是在佛涅盤前 在捨立佛涅盤前 捨立佛現涅盤 捨立佛目見人現涅盤 然後佛涅盤 然後佛涅盤 那如果再依病相應是 禪頭現涅盤 然後捨立佛涅盤 然後佛涅盤 那這一部經不是 這一部經是捨立佛涅盤之後 捨立佛涅盤之後佛涅盤 然後禪頭涅盤 那這個是不一樣的 是阿難教的 好 我們來底下看 四十五經 他說有一天 這個沒有我們已經講到前面了 他說 這個 佛波尼環有眾多上座比丘 那麼在波羅奈國 先人住處陸也院裡面 那佛剛涅盤不久 這個時候長老禪頭 乘遭逸遲迫 入波羅奈城起實 我們先把當當 因為我們也不曉得哪一部經是 是真實的紀錄 或是說他只是換個人 把一個人的名字換過來 那我們就把它當作這部經是真的 就是確實是有這麼一件事 好 那麼在波羅奈城起實 死已還 色衣波洗足以 持護鍋 護鍋就是要死 那麼吃完飯之後 那麼就收衣波 這裡叫做色衣波 金剛界裡面收衣波洗足以 夫作而作 那一樣是持護鍋 那是要死 從靈至靈 從訪至訪 從精行處至精行處 處處請諸比丘远 當教授為我說法 令我知法見法 我當儒法知儒法官 應該是有這麼一件事 但是那個人不知道是誰 有可能是蠶朵 有可能是其他的人 不曉得 那 當時是說 我們先打他當作就是蠶朵 那蠶朵 每天早上吃完之後 然後就從 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 就是洗足以持護鍋 就是把門鎖起來 關起來 然後就從靈至靈 從靈至靈就是 從一個精色到一個精色 或是一個山靈 因為有些是 在那個什麼靈下修行的 然後就是有比丘聚集的地方 他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 進比如說從吉原金色 竹林金色 但是沒有那麼遠 我們就說他在那個地方 在仙人住處 他有很多地方 從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進來了 然後有很多比丘 那很多比丘每一個人住的不一樣 他就一個一個去 一個一個去跟他們說 那不一定每個人都要理他 因為蠶朵 因為傲慢 甚至不接受勸見 也不接受處罰 那這位戒律很多 也都是因他而至的 就是 不應該我來教 不應該你教我 應該我教你 佛是我教佛 法是我教佛 他常常這樣講 就是比較傲慢 不接不聽人家去 破壞生團的規矩 大家都拿他沒辦法 因為他是長老 而且他又是 佛的之前 代佛出家的 說起來好像也是與佛有恩 真的 類似像這樣 所以 處處請諸比丘 請你們教我 這個時候 也算是怎麼樣 也算是他非常的誠懇 因為大家都解脫了 他還沒解脫 大家都解脫了 他還沒解脫 連佛都涅槃了 他也沒有 不會讓他渴啊 你知道嗎 所以他也有一種 年紀也越大 那他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說我們先把這個 就是當作蠶朵來看 那麼這個比丘就跟蠶朵講 摄無常 受想行事無常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涅槃其境 那這個是 所謂的講無我 基本 基本都是這樣說 無因無我 無常無我 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 涅槃其境 基本上這個就是三法印 一切行無常 就是諸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諸法無我 涅槃其境 禅頭以諸彼求也 我已知 這個我都知道了 不用再跟我說這個 這個我已經知道了 我已知色無常 受想行事無常 他出家 如果那個時候他還在的話 出家基本上也很久了 佛陀45年 就成佛已經45年 那麼他也是跟 大概他也是 回鄉省清的時候 他出家 大概跟阿難差不多 所以至少也有三四十年 四十年有了 大概有四十年 那麼他聽過的經 也很多了 也非常多了 所以這些他都聽過了 那但是你看 他說 我心我知道色無常 受想行事無常 一切行無常 但是我不喜歡 聽一切諸行 空 其 不可得 愛盡 禮遇 涅槃 此中雲何由我 而言如是之 如是見 世明見法 他連續講了三遍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意思呢 他是說 他基本上是 他知道無常 他知道無我 但是 他 有一個疑問 假設無我 那麼 能知五運無我 能正五運無我 能知五運無常無我 能正五運無常無我的是什麼 假設無我 那能知知法見法知無常知無我的 那個是什麼 他有這個疑問 好 就是說 這個疑問是什麼 假 這個疑問就是 偏向於斷滅了 假設無我 就是什麼都沒有 但是我們說過 佛說的無我 只是 他不是斷見的無我 但是 因為你如果從 色受想行事無我 你很容易想成是 很容易想成是斷滅的無我 就是他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會有這樣的疑問 這個我就是色受想行事 但是 色受想行事都沒有我 那 正無我的那個是什麼 誰正無我 誰知無我 他意思是這樣 所以後來才會導致阿奈 阿奈跟他說 佛教加瞻眼 這個 有跟無 不落有見 不落無見 他基本上落入無見了 他基本上落入無見 是這個問題 我們先前面講 後面再來說 他這裡講 我不喜聞 其實就是諸行無常 他這裡講諸行空情 一樣 不可得 愛盡淋欲涅槃 假設這樣 那誰正的涅槃 誰正無我 誰知無我 能夠知能夠見無我的 那是什麼 那不是我嗎 自知自見 那個自知自見 我身已盡 犯會以利 所作以伴不受厚有 我身已盡 那那個我是什麼 這是我這一生已盡 但是你能夠自知自見的那個是什麼 那個不就是我嗎 他有這樣的疑問 好 那禪陀附遠 適中誰附有利 堪能為我說法 其實大家不知道他的問題所在 那就是一般我們叫做照本宣科嘛 就是無我 無我就是佛都這樣講嘛 色無常 無我 受想形式無常無我 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 若內若外 就是歷史像這樣練一遍練給他聽嘛 這樣諸行無常 受想形式無常 那 所以 這個禪陀從一個地方到一個地方 從 這一個人到那個人 每一個地方都很多人嘛 但是不是每個人都要跟他講 但是他就是這樣問這樣問 那麼有人跟他講 他就聽 但是他聽了他都不滿意 因為你說的這些我都聽過了 甚至你還沒出家之前我就聽過了 因為他長老啊 他會這樣講 你還沒出家之前我就聽過了 我就從佛那邊聽過 我從史上那邊聽過了 你不要再跟我講這些 這些我知道 明如你講我也知道 但是我的問題是 那麼 所以他就講 我不喜聞 我不喜歡聞這些 不是說不喜歡 而是說 我聽了 我聽了有疑問啊 我沒有辦法 歡喜信授 基本上是這樣 到底還有誰 到底還有誰 誰富有 到底還有誰 能夠為我說法的 如果這個時候他在的話 佛涅凡 大部分都入涅凡了 剩下沒有多少個 剩下沒有多少個 所以 勘仁為我說法 令我知法 見法 副作思念 尊者阿難 他那個時候在 波羅奈城 拔茄國 那尊者阿難 在居善弥國 取思羅遠 那居善弥國是拔茄國 有時候叫喬善弥城 有時候叫居善弥 喬善弥 都一樣 好 那居善弥有時候 他翻譯做美音金色 或是翻譯叫妙音 美音 好 那陳共良 親近世尊佛所贊叹 阿難做佛的使者 那做了很久 叫做供養親近 就是服侍 服侍這個世尊 阿難做佛的使者 二十五年 這是他要 佛要弄涅盤 阿難自己說的 做二十五年的使者 那佛成道有四十五年 那阿難是佛成道 第七年出家的 所以扣掉七 大概就是三十八年 如果我們這樣算了 就是 他 三十八年 扣掉二十五 大概就是 前面十三年 他沒有做佛的使者 他出家後 第十四年 十五年 十三年 十四年 才做佛的使者 那這之前 換過很多使者 換到佛說不要換了 找一個不用換了 就找阿難 大家去找阿難 阿難還開條件 這個經典裡面有記載 好 那所以 他說 這個佛所讚嘆 諸犯恨者皆虛世之 就是這些阿羅漢 犯恨者 就是犯恨以利的 這些阿羅漢 都知道 也都認識 這阿難是所有阿羅漢裡面 人緣最好的 那這個佛在 好像是曾經阿涵 講的樣子 我忘了 他說 有些阿羅漢 有些是比丘 歡喜 有些是比丘女歡喜 有些是年紀大的 有些是年紀輕的 有些是在家 阿難是所有人 看到他都歡喜 不管男的女的男女老少 沒有歡喜阿難的 那所以阿難是 佛陀說他得未成有法 就是沒有人像他這麼 人緣這麼好的 其實因為阿難慈悲 老實講 阿難隨和慈悲 阿難特別慈悲 你像這個大愛道要出家 阿難就特別 還特別去勸佛陀 讓這個大愛道出家 好 這個 他說 比避堪人為我說法 令我知法見法 那我們知道阿難在佛陀 涅槃後大概 就是因為 涅槃後沒有多久 沒有多久這個大家社 是結集經典 那結集經典在裡面大概 至少就是三四個月 那在這之前 結集經典之前 阿難就正阿羅漢 那 因為大家是說 你如果沒有正阿羅漢 不讓你參加 而且還必須是 拒解脫阿羅漢 會解脫都還不行喔 條件就是這樣 所以阿難那個時候就正阿羅漢 而且是拒解脫 這個時候才去參加 所以照理講 他已經是正阿羅漢 這個時候已經正阿羅漢 十禪陀過此夜 因為已經晚上了嘛 然後早上都是要去脫波 脫波完 看要去哪裡就去哪裡了 他就從 早上就去波羅奈臣 就是陸野院了 就是 不是 就是波羅奈臣有陸野院 他不是去陸野院脫波 是波羅奈臣 去城內脫波 加斯果的波羅奈臣 那起食 吃完了之後 色舉臥具 色臥具 以此一波 那這裡還多一個色舉臥具 那因為 他可能就是 一般是這樣 去脫波完之後 要把那個尼斯坦 那個是作具 或是臥具 叫做尼斯坦 有時候翻作具 有時候翻臥具 拿出來鋪在地上 然後坐著吃飯 吃完飯之後 再把這個尼斯坦 折起來 收起來 然後把衣波 就是穿著 到居上米國 因為那個時候阿蘭在居上米國 漸漸有險 到居上米國 就居上米城 有時候翻作喬賞米 我們寫一下 這些塵 這些塵 塵寺的名字 長長丁長丁 久了你就會記起來 焦上米城 有時候翻這樣 它是拔茄果的 有時候翻居上米 這裏叫翻居上米 好 因為阿蘭在居上米國的這個 騎士羅眼 叫美音金色 或是騎士羅眼 設舉一波喜足以 亦尊者阿蘭所 共襄問訊 雀作一面 使禪頭與尊者阿蘭也 那 那這底下 他又把這個經文的 就跟阿蘭說 有這麼一天 那 我跟上座比丘 在波羅奈國 其實他 他只是告訴他 他為什麼來找阿蘭 的原有 那你看他就是很自私的 就是一時 住上座比丘 住波羅奈國先人 住處入圍院中 使我成招 就是 我為什麼 他跟阿蘭講 我為什麼來找你 因為 這個 前幾天 其實意思就是前幾天 其實也可以講前天 因為他過夜而已 過夜就前 因為他有好幾天都在那邊 他有好幾天都在那邊 問很多人 告訴他怎麼樣能夠知法見法 那大家都跟他講 觀五應無我 他說我知道五應無我 但是 我 如果 如果五應無我 那能夠知法見法的那個是什麼 那他 沒有辦法信受這些 所以他不歡喜 那麼 有沒有人可以再跟他講 想一想就想到阿蘭 所以他把這個過程跟阿蘭說了 所以 使我成招 慈一波 那麼 慈户勾 從領自領 從返自返 你看他把這前面的再貼上去 就 就 重新再講一次 那這個是 經典裡面很多都是這樣 就重複說 不厭其訪 不厭其訪的重複說了 那如果是 丘摩羅斯來翻 這一段大概就是神略掉了 那麼 從今行處之進行處 處處見諸比丘而請之也 當教授我 為我說法 令我知法見法 使諸比丘為我說法也 色無常 受想形式無常 一切行 無常 一切法無我 涅槃極面 我二時與諸比丘也 我已知色無常 受想形式無常 一切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涅槃極面 難我不行 聞一切諸行空極不可得 愛盡淋欲涅槃 那假設是這樣 假設是一切行空極不可得 就是說 假設涅槃是無我 那能夠知能夠見這個實相的 知實相見實相的 能夠欺入實相的那個是什麼 我二時做事念四中 就是他沒有辦法信受 他沒有辦法契怒 你所說的無我 因為他有一個疑解在 假設無我 那就沒有能夠 那個受受想形式都沒有了 那誰知誰見 誰去知誰去見 誰去知這個實相見這個實相 所以他就覺得 是不是有沒有人能夠解決我的疑問 所以令我知法見法 所以我那個時候在想 大概剩下 大概只有阿難 寧老 大概可能就是他這樣 那其實阿難跟蚕妥應該 阿難還比蚕妥年輕 可能啦 因為阿難更年輕出家 蚕妥那個時候做佛的使者 可能年輕 假設有也差不多啦 可能大一點點 所以阿難今戰 就是你現在在這裡 所以我就來找你了 那這把他前面 又重複一次 陳供仰 親近世尊佛所 仗探 諸方的傑西之士 比比看人為我説法 令我知法見法 善哉尊尊主阿難 今當為我説法 令我知法見法 就是他把來找阿難的過程 說了一遍 我為什麼來找你 那麼希望 是因為我在 這個很多地方 那麼我想要 大家都證阿羅漢了 都解脫了 那麼我年紀也大了 佛也不在了 大家也都 很多阿羅漢都解脫了 都露滅了 那麼我希望我也能夠證阿羅漢 但是我怎麼樣就是 官就是沒辦法 因為我的疑解就是那 這些說的我都知道 但我就是沒辦法欺怒 而且我沒辦法信受 因為他有講出他的疑問來了 那就是 那此中雲何有我 而言如是知如是見 那能夠知能夠見的 那個不是我嗎 那你說無我 那誰知誰見 誰見法了 怎麼見法 那誰在見 那他有這個疑問 這個時候尊者阿難 就跟禪讀說 你看阿難了不起 那麼因為第一個禪讀 禪讀是被大家嫌棄的 因為他就是傲慢 以前佛在的時候看不起人 佛是我叫佛 法是我叫佛 你應當恭敬我 不是我恭敬你 你應當聽我說 不是我聽你說 實在是讓人家很頭痛 所以這個 但是阿難 你看這個 先令他歡喜 歡喜就是什麼 先讚嘆他 那他先讚嘆佛陀 那不是佛陀 慘陀 先讚讚慘陀 而且他不是 不是慘驅的 因為他在阿羅漢不會慘驅 他真的是這樣 先看到他的優點 從這個優點先讚嘆他 那麼特別對於自己沒信心的人 這一點特別重要 就是假設有一些人 他自己比較沒信心 一個人總有優點 那麼就算他看不見自己的優點 那麼這個也是優點 因為他看到自己都沒有優點 這一點也是優點 那麼就是你總是有辦法 可以找出他的優點來讚嘆他 但是不是虛假的 不是虛假的 是真實的 真實的 那我們先來看 阿難怎麼度禪陀 他分這個三個階段 那第一個階段就是 所謂叫歡喜信受 先讓他生歡喜 那怎麼讓他生歡喜呢 他第一個先讚嘆這個禪陀 他說善哉禪陀 我義大喜 我非常的歡喜你們來找我 非常好 因為他把他前面過程講了一遍 我慶忍者 我非常高興 你能夠在犯恨人前 就是犯恨以利的 阿難已經正阿羅漢了 那麼他說 你能夠在我的面前 無所附長 破虛為次 因為他不懂他就講 他實際也是這樣 他說 我知道 但是我就是沒有辦法理解 那到底是誰在證物我 那麼無所附長 闡破虛為次 就是表裡不一 虛為 其實我們叫 要執行 慘驅的意思就是 你心裡想的跟你嘴裡說的不一樣 嘴裡說的跟你實際做的不一樣 那你心裡面嫌棄他 你就跟他講 哇你好聰明 實際上說 實際上他不是這麼想 那 所以他 阿難也不會這樣 阿難是實際上讚嘆他 但是給他信心 他說真的 他真的就是這樣 他可以講 我不懂 纏頭已經是長了 你要先知道 第一個他已經是長了 而且他以前非常傲慢 但是他現在能夠放假身段 而且去告訴大家 還沒解脱 你能不能告訴我怎麼得解脱 怎麼樣能夠知法見法 而且被他問的大概應該也都是比他年輕的 那麼因為很多阿的話都沒有了 那大概比他 比他這個 跟他差不多大概剩下阿難而已 所以他先讚嘆他 能於犯恨人前 就是犯恨以利的人前面 無所復常 迫虚為之 因為他沒有知法見法 這個是第一個他說的 我沒有知法見法 所以你能不能告訴我 怎麼修可以知法可以見法 第二個他聽了之後 他沒辦法接受 他也直接跟你講 你這個我知道 但是我不喜歡這樣聽 就是我不能歡喜信受 你這樣的說法 因為我沒有辦法明白 如果無我 受想形式無我 那能知能見的 那個不是受想形式的嗎 那那個是什麼 所以 那這個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 那所以你不能理解 沒有證阿羅漢的人 他本來 或是沒有證果的人 沒有見法 見法是證出國 就是沒有斷儀 斷身見的人 他本來就不知道 那因為禪頭也沒斷身見 所以這個也不是你的錯 本來你就不容易理解 這個凡夫本來 就是沒有無肉慧的凡夫 本來聽到這個法 就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那麼理解的就不叫做凡夫了 所以他就跟你講 這個 魚吃凡夫所不能解 這是一般人 意思就是 一般人聽的這個 也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那 這個就是他所聽的 色想形式無常 一切諸行無常 一切法無我 你也盤其見 這個不是一般人能夠理解的 奴經堪受聖妙法 奴經地聽當人說 第二部就跟他講 說 但是因為你有這個心 那你有這個心 有這個意願 善法欲 他想要得解脱 所以他才會從一戶至 從一臉至一臉 從一戶至一戶 這樣問這樣問 運到人就要問 那不懂他就說不懂 但是他雖然問了不懂 他還一直問 這個就表示什麼 他有心 他非常有心 那這個 阿難先讚嘆他 那這個是確實的 那先給他信心 那先告訴他問題 然後之後再告訴他問題在哪裡 所以這個度人的善巧 這個阿難可能也 在佛陀身邊可能也 漸漸漸漸漸也學會了 所以他就跟他講 奴經堪受聖廟法 奴經地聽當人會說 他說你是可以的 像這個 很多人都跟他講 不行 沒有人跟他跟他講 大概在善妥被人家討厭久了 那大家就是有一點點可能 那一般的人可能是應付他 阿羅漢也沒有特別去 那阿難就特別說 其實 第一個 你了不起 你還能夠這樣到處去問 而且你真實不虛 你不懂就不懂 你也不會不懂裝懂 不會裝會 那第三個 他說 你單單你這種求法的心 單單你這種真實的心 你就可以受 而且他跟他講 這種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懂的 與此無無凡夫 所不能解 這個本來就不是那麼容易懂 不是你比較笨 不是 這本來就甚深不容易懂 所以有些會覺得 是不是我比較笨 不是 不是你比較笨 這本來就不容易懂 但是 你現在 有辦法可以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能力懂這個法 並不是不行 而且你現在這種心 你現在求法的心 非常地切 那麼你的心 非常地真實 這種心 就看受聖妙法 就是可以誤入 契入 假設是你 你聽了也會怎麼樣 先歡喜 阿難說我可以 那我該 我就是可以了 那這個就是 所以阿難也是厲害 所以我們看這個阿難在度禪陀 先不管這不經 到底是不是 真的是禪陀 那就是說 阿難在度禪陀這件事看起來 就是 他掌握了幾個技巧 那通常都是說 要先歡喜心獸 才能依教奉行 才能契怒 那他說 十禪陀 你看 這個禪陀聽完阿難 他心裡面就這樣 心裡面就這麼想 我今歡喜 得聖妙心 得勇 聽到整個人心 充滿希望你知道嗎 就一樣 如果我們假設是我們 假設是我們 假設是我們 已經很久了 這邊問到大家 就愛理不理了 然後那個 而且就覺得 跟你講過了 你都不會那麼笨 就以後有這種感覺 你知道嗎 這是不是我特別笨 他就說 就是這樣修就會了阿 那我就不會阿 我怎麼知道你不會 人家都這樣修就會 你不會 那是你比較笨 他說不是 這本來就不容易會 阿難這樣跟他說 而且 你 你可是可以 你是可以契怒的 這禪陀你看 這禪陀天的歡喜 我今歡喜 得聖妙心 我這個心 因為阿難跟他講 看受聖妙法 所以他的心就覺得 阿難是 阿羅漢不會講 不會講謊話 阿羅漢不會講妄語 阿 他說 其實每一個人都可能可以 阿 那 所以 只要你的 你掌握正確的方法 然後精進 然後努力 持續不斷的努力 我們講努力思維 專精思維 持續不斷的努力 一定可以 一定可以 你先不要 因為要積聚因緣 所以他說 得聖妙心 就是能看受 看受聖妙法的心 我心踴躍 就是非常歡喜 震動 一般講的就是 六種震動 就覺得充滿希望 充滿光明 我盡 看能受聖妙法 你看 他就這麼弄 是可以的 所以 那個 那個心就不一樣 先讓他歡喜信受 那歡喜信受 從兩個部分 就是我跟法 這一部分 這個法本來就聖身 本來就不容易理解 但是你是能理解的人 那為什麼這樣 因為他聽了那麼多 訊息久了 那只是他掌握不到技巧而已 他 因為阿難也看出他的問題所在 所以他也不是隨便說一說 他知道他的問題在哪裡 那麼二十日阿難與禪陀言 你看 接下來他就講他的問題 那他不說 他不說 告訴他什麼 他引用佛陀說的話 那佛陀說的話更有權威啊 他也許比較不信任任何人 他一定會信佛陀的 那麼 這個 我親從佛文 因為 因為這個禪陀來找他 來找阿難的時候 就跟阿難說 因為 阿難是為佛陀所讚嘆的 而且一直服侍佛陀 聽了很多的法 他一定能夠解決我的問題 因為他一直在佛身邊 所以 阿難也聽進去了 那他也知道他問題所在 那他就引佛陀說的話 來告訴他 我親從佛文 交摩合加詹演 那這一部經 一般來講 就是 一般我們講中道 非有非無的中道 就是依這一部經 這個是 就是 中道的 就是講中道法最主要的經 就是這一部經 佛交摩合加詹演 但只出現在這裡 那沒有特別的這個佛交摩合加詹演 就是阿難在交纏頭的時候 那麼敘述出來 那麼敘述出來 那由這個佛交摩合加詹演的 非有非無 就是 正見世間疾 不生無見 正見世間滅 不生有見 世人若於兩邊 這個 那麼從非有非無裡面 那麼才引申出 龍術的所謂八部中道 這以這個為中道的第一本 那我們來看 在這一部經 基本上是 從這個中觀裡面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 他說我 親從佛文教摩合加詹演 就是佛陀怎麼樣跟摩合加詹演說 意思就是說 你的問題跟摩合加詹演的問題是一樣的 那我現在告訴你 那摩合加詹演後來正阿羅漢了嗎 所以你也是可以正阿羅漢的 他說這個 世人顛倒一魚兩邊 世間的人沒有政見 所以 所以 就是 一魚兩邊 兩邊就是兩種錯誤的 把所有錯誤的觀念 化成兩大類 化成兩大類 就好像我們把煩惱分成兩大類 見惑跟失惑 類似像這樣 就是把所有的錯誤分成兩大類 那不管什麼樣九十六種外道 那麼種種的觀念 不外乎是兩種而已 叫做常見跟斷見 它這裡講的是 有一邊 無一邊 那麼我其實也是這樣 有我是一邊 無我是一邊 那不是無我嗎 你的無我是落入斷滅的無我 那個是斷的一邊 那個是無是一邊 有是一邊 所以有我是一邊 無我是一邊 那常陀的問題在於它落入無的這一邊 落入無 我們說 有是一種存在 有是一種存在 現象的存在就是一種有 那這個一般來講 都是落入常見的比較多 那落入斷見的像唯無論這種 順勢論 這種是落入斷滅的 它也是講無我 但是它的無我就是 人死了以後就不存在 後面燕摩家的也是這樣 就人死了以後就都不存在了 那這個 這個 殘土的問題在於 它認為無我就是都沒有 但是佛陀講的無我 不是斷滅的無我 是緣起的無我 所以它就用 這個教皇后加章演的 正見世間起我們來看 它說 世人取諸境界 心便記著 那麼內心執著這個外境 就是看到這個外境 就執著這個外境 那 認為有就有 看到有就執著為有 看到沒有就執著為沒有 看到是這樣就執著是這樣 那麼 佳章演 若這個是佛跟佳章演說的 他把它重複給禪陀天 若不受不取不住 不寄於我 那不受不取不住 都是執著的意思 那 那麼 基本上 我們就可以簡單講 不執著於我 自我 此苦 生時生 滅時滅 這個苦 生的時候 他清楚知道 滅的時候 他也知道 那 這個時候 清楚了之 生滅無常 就是生的時候知道生 滅的時候知道沒有 像煩惱也是這樣 煩惱的時候知道 煩惱走的時候也知道 那你不加入任何的東西 但是你起煩惱你知道 有貪之有貪 然後你 因為你不追家 或是你知道怎麼樣預防他 那 這個苦的時候也是這樣 生時生滅時滅 其實就是清楚了之 有生有滅 那 清楚了之 有生有滅 做什麼 生的 必會導致滅 那生滅生滅就是什麼 就是無常 變異法 是苦 無常變異法 就回到最前面的 其實是這樣子的 就是 你知道生滅 生 必然會滅 滅 那麼又會生 就這樣生滅生滅 那麼你知道了之後 知道其中的無常 那生滅從哪裡來 生滅從直取來 因為有直取 有直取這個身心自我 所以才有這個身心自我 而產生 就像我們前面講 就是你因為有執著 有我見 才有這個五韻生 本所思願本行所做 那因為你執著這個我 所以你會有五韻生 有我愛 有境界愛 如果我們這裡講的就是 境界愛 自體愛 然後後有愛 現前的就是 境界愛跟自體愛 然後又後有愛 然後這樣 就導致下一個五韻生形成 五韻生就會形成苦 那苦生滅生滅 苦的生滅來自於直取 所以他這裡講 若不受不取不住不寄於我 那麼苦生死生滅死滅 就是清楚了知苦的生滅無常 家章眼於此不疑不惑 不懷疑不困惑 不由於他而忍自之 就是你如果能夠清楚的看到 這個一切諸形無常生滅 那麼你就能夠從無常生滅裡面 見到無我 所以從無常入無我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你極能自知 就是諸法因緣生 諸法因緣滅 因為要先知道諸法無常 有生有滅 那從生跟滅裡面知道 一切都是因緣生 一切都是因緣滅 所以這個就變成 從無常裡面看到生滅 從生滅裡面了知 一切都是因緣生 因緣滅 從因緣生因緣滅裡面 又正見到 一切都是因緣所生 無我 因緣所生法 我縮及時空 就是講的這個道理 其實是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 他從緣起的角度上去看 從生滅裡面 從無常裡面 無常就是生滅 才叫做無常 諸形無常是生滅法 那麼從無常裡面看到生滅 生滅之所以生 是為什麼生 因緣所生 之所以滅是為什麼 因緣滅 因緣所滅 那從緣起裡面看到什麼 看到無我 其實是怎樣 不弱於兩邊 好 所以 不由於他而能自知 就極能自知了 知什麼 知因緣所生 所以就變成 我們說 這個眾論裡面的 因緣所生法 我說極是空 好 那這個 世民正見如來所說 他舉 佛跟摩侯家章言說的 所以者和 家章言 這個就是 中觀裡面 最重要的一句話 中道 中道如實正觀 叫做中觀 中道如實正觀 叫中觀 那什麼叫做中道如實正觀 什麼叫中道 不履於兩邊就是中道 不弱兩邊叫中道 那什麼是如實正觀 就這裡講的 如實正觀世間疾者 則不生無間 你知道有因 因為他是為什麼要給他牽到有因有緣事件 因為他落入無間了 有因有緣世間疾 有因有緣就會有 他並不是完全沒有 一切是因緣生的 因緣生的他重點在無自信 無我主要在講無自信 無我並不是什麼都沒有 只是沒有真實自信的存在 沒有真實自信的我 不是什麼都沒有 所以他的看法可能跟那個燕摩家一樣 燕摩家不知道第幾經 那麼也是這樣 認為佛說 這個涅槃了之後 就什麼都不存在 永遠不存在這個時間 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他才會有那種概念 所以覺得 那麼入了涅槃 那誰在正涅槃 誰在執法 誰在見法 正而無我 誰知無我 誰見無我 才會有這種概念 他認為就是沒有 他落入這個無間 如此正觀世間滅 則不生有間 那家章也如來離於兩邊 有跟無兩邊 所以中道 所以最初的中道就是不有不無 只是後來 後來 那麼大聖都以不生不滅 來取代不有不無 那容數再加上 不來不去 不依不欲 不慘不斷 就變成八部中道 只是這樣 那麼以阿翰經來講 是以不有不無為中道的 好 那麼我們先講到這裡 這個經也很有意思 好 大家合掌迴向 願以此功德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徒 皆共成佛徒